位置在調景嶺站 這條片像上次在坑口和寶林 看一看他們的行人天橋網絡 先報一報時 今天是2024年3月10日 時間2點01分 隔壁的商場叫刀繪役 那邊出入口 稍後都會覆蓋 現在先走這邊 調景嶺站 我這次是Take 2 剛才相機有些問題 不知道什麼事 他自己停了 拍了大約5分鐘 但出來只剩20秒 都不知道什麼事 好 B出口 都會逆 這裡有一條扶手電梯 可以上去 看看天花板 上去之前 先走這邊 這裡有一個巴士總站 也有些小巴 這個巴士總站 是新巴城巴為主 好 繼續走 上去 是年的 新北部 是新北部 這兒 一直往上去 站繞 振興 是新北部 是新北部 那忍 原廠 是新北部 新北部 新北部 上來亦是他們商場的主要樓下 現在先去善明出口 因為今天下雨 所以我覺得拍攝這類型的影片會比較方便 現在先去善明出口 上去到頂上,右手邊是都匯役的住宅 這邊 現在轉左 上去到頂上會見到明愛專上學院 另外這裏也是通道 好 好 好 穿过这堆通道之后 这里就是市民村 下雨不走就出点了 好了 回去了 刚才路过的住沙入口 好了 回到商场的位置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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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扶手电梯 去了另一个屋园 叫做维景湾半 那边属于私人地方 走多一半都要回头 走多一半 走多一半 都不信不我 这趟嘲大雨 登陆 就 這個樣子,前面要拍卡才可以進入 所以我回頭了 旁邊有些壁畫 這裏先拿下去 這個出口比較悶,所以走快兩步 又是通車來巴士站 盡量不走回頭路 這裏出來的就是 我一開始拍攝的 拍攝的位置 調景令站 這樣 好,回頭了 對面是香港之專設計學院 稍後有一條行人天橋在接駁著 所以我每次都拍攝 我都拍攝過 我每次都拍攝 我可以拍攝 這個位置 我可以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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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提及过的 资专设计学院的一个出入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继续走 稍后就会过去彩明那边 彩明那边其实分了两边 不知它是南北翼或是怎样 中间都有条接博天桥 不知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许李宗盛 雅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彩明亦可接駁着建明邨 駕駕駕駛 直走會去建明那邊 不過上去之前 有另一條路,先下去吧 宵夜從十幾乎 約十幾乎 宵夜 這裏是另一個巴士站 這邊有290、290、A90X 全部都是九巴 另外亦有小巴站、的士站 上去啦 刚才说错了,290X是不会经过这边的 290X是在商场的外围路过的 用的1.4参关的电话用来吃 1.5参关的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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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参关的中间鸡丹 4.5参关的鸡丹 基本上這裏已經是建明邨一部份 下雨了,搞不定了 再上也是建明邨 在北京駕駛,有很多設計,有很多設計的建設 在北京的北京,建設保護佛法 也有很多建設,建設設計的建設 在北京,建設設計的建設 好多人啊 不知如何避免 好了 來到這個位置 其實開始會去杏仁天橋 你會見到這個杏仁天橋 其中一邊是有店舖的 好多人 而在另一邊 看一看這裏 你會見到 很明顯地我們在橋上高 好,繼續走 走得快 放了 不足 不要 這邊有一個街市的出入口 這個商場上高了一層 不過那裡沒有通道,所以就不進去 有一個街市場,市場上高了一層 市場上高了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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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去了彩明街市 另外那邊可以去到屋苑位置 市場上高了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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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だ一層 8人 穿回出來 順便看一看街景 扭景 上去便會去到剛才商場的主要樓層 現在先下去 這裡出來 彩明園 對面就是香港資專設計學院 差不多了 其實我原本想覆蓋的地方都已經走了 那便上回去吧 就算一部分的地方已經來到了 山本 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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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im 差不多了 上面有衛康 回到天橋位置 這段影片就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讓大家認識一下 《條景嶺》行人天橋網路 希望有興趣來《條景嶺》下行的朋友 不會當失路 而且我自己覺得 《條景嶺》未來過的話 都可以玩到半天 需要的時間就不像將軍澳閘那麼多 好,下一段影片再見,拜拜